大家好,我是橘子姐 今天分享一根面的做法 一根面又叫藏鬆面 过生日的时候吃寓意藏面白睡 下面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盆中放500克的中筋面粉,加一勺盐 用280毫升的凉水,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之后揉成面团 面团的软硬度适中就可以 盖上一块湿布,醒面10分钟 面团醒好之后把它再揉一下 揉至光滑细腻,然后从中间搓一个孔 顺着这个孔先把它拉长 再拉断 然后把它搓成很细很细的长条 像这样就可以 把搓好的长条先摆在案板上 防止粘粘在一起 准备一个容器,倒上适量的油 把长条打到圈的摆在容器中 像这样就可以 全部摆好之后,醒面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这个长条会有很好的延展性 稍微一拉就会变成很细很细的面条 一边拉一边丢在锅中 这样做面条真的特别的方便 而且做出来的口感也是非常的好 学会之后,家人过生日的时候就可以做给他们吃了 寓意非常的好 全部拉好之后把它搅动一下 防止粘粘在一起,大火煮两分钟 煮好之后,把面条捞出 放在凉白开中过滤一下 这样可以使面条不会起坨 而且口感也会更筋道更爽滑 捞出沥干水分放在盆中 加入黄瓜丝,胡萝卜丝,香菜段 两勺花生米,少许的盐,半勺香油,一勺姜汁 一勺生抽,一勺香醋,一勺辣椒油 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美味继成 因为现在的天气特别热,我做的是凉面 如果家里有人过生日的话,建议做成汤面 口感真的非常的筋道,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做吧